最近,一张歼10B装有菊花状发动机的试飞照火遍各大媒体 据网友爆料,歼10B战斗机一次换装推力10辆发动机首飞成功 然而在中国,比歼10B先进的战机比比皆是 这次中国特意将歼10B作为10辆发动机测试平台,背后必有深意 歼10B相比歼10A,很多部位都有重大改进,也成功从三代机升级为三代半战机 难能可贵的是,该战机在提升飞行速度的前提下,机身重量还能大幅降低 且原有的航电系统及电子设备也一一更换 更重要的是,日前,中电科十字所在一篇文章中,无意曝光了歼10B这一杀手锏 文章称,其实歼10B早从服役起,使用的就是有源相控阵雷达 而并非外界普遍认为的无源相控阵雷达 这让该机的有效探测距离高达350公里 此外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在歼10B机头部分,又多了个IRST跟踪系统探头 而即便是美军F35战机,装备也是这款IRST探头 该探头在雷达的帮助下,可以引导我方导弹精确锁定任务目标 据俄罗斯媒体分析,中国歼10B改进了原有的气动布局 以其现有的机动性,足以和美军舰队周旋到底 且惊慌器上搭载的对舰攻击武器,可以无差别地同步到歼10B上 甚至包括先进的反辐射导弹和反舰导弹 这些全都是美军宙斯顿导弹驱逐舰雷达系统的杀手 据悉,美军为了应对中国歼10B 不惜从美国霍罗拉空军基地派遣拥有先进飞控系统和作战程序的T-38教练机 与FR-2进行高级别空中对抗 该媒体还一针间鞋指出 美军或想改变FR-2飞行员天下无敌的思想 要求他们重视中国歼10B 而在中国歼20还未形成足够大的战斗力前 歼10B仍然是中国空军一股强大的作战力量 所以战机虽老,依旧不可小觑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为何突然宣布北斗系统同美国的GPS进行如此重大合作 真相揭开,让国人骄傲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强国军事 回复北斗了解详情